今天买了一斤草莓 花了40 我们用才来四支草莓酱 先把草莓用清水洗干净 一颗颗的草莓通红通红的 特别漂亮 这样一颗平均下来要两块钱 洗好捞出来把水控一下 再凉干水分 晾好以后把地切掉 再切成小粒 方便后面熬煮 全部放盆粒 加100克白糖 白糖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适量增减 拌匀后抹上保鲜膜 然后放冰箱保鲜室 两个小时 让草莓吸出果胶 这时再准备半个柠檬 用筛网过滤把柠檬汁挤出来 柠檬汁可以增加草莓酱的口感 也是天然防腐剂 可以延长保质期 草莓倒时间以后倒在砂锅里 用不锈干锅 汤子锅也可以 先开大火煮开 开了以后转小火 搁一会儿搅动几下 防止粘锅 熬到稍微粘稠时 这时最容易糊锅 要一直不停搅动 熬10分钟左右时 取出一点放盘子里冷凉 清洁盘子 草莓酱不会流动 这是关火 把柠檬汁倒进去 翻匀就可以了 把草莓酱晾到常温 最后装在无水无油的瓶子里 草莓酱就做好了 酸酸甜甜 可以配上面包一起吃 大部分小朋友 对它都毫无抵抗力 石头美食 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石头 对它都毫无法度 对它们 哈哈哈 本来的麻酱 都毫无法度 怎么吃 这边的麻酱 感谢观看